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第38讲 讲威字第18 讲威字第18之前 我先讲讲这个威这个字 威小 威小这个威妙 这个威字 这个字呢 咱们先看一看 他转书 这个双立仁 我们讲过 双立仁是形 这个反文呢 是一个动作 手里拿着一个工具 在工作 这中间这是什么呢 这个山是怎么回事呢 这跟山有啥关系呢 威很小嘛 怎么跟山有关 这不是山 我们看这个小传的字 甲骨也有这个字 咱那小传上面 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这个 头发 相当于这个字 这个长 长短这个长实际上就是头发 上面就是头发 底下是个人 这个呢 就是一个上面是头发 底下是个人 知道吧 就是这个 是表示用人的头发来比喻那个威小 知道了吧 头发不是很细吗 很千细吗 对吧 就是这样 那加一个行 加一个干活这个是啥意思呢 是说 你做事一定要谨小慎微 明白了 就是它就把它隐身了 从微小这个意思啊 隐身成你的行动 你的行为一定要谨小慎微 是这意思 那么 这个字 底下这个字就是人 也可以写成儿 写成儿 写成儿的时候 在汉子里边 凡是儿子都是人的意思 这个底下也是人 是个人形 那威知道了 那这个字呢 灰 暗灰 那个灰 也是灰章的意思 灰章的灰 对吧 这个 这字啥意思 这字为什么能够灰章的意思 想看 实际上去掉这个丝之后 剩下那些东西是什么 就是这个威嘛 就是这个威的这部分 对吧 所以是取 既取它的音 又取它的意思 那底下这个丝就是仿成的那个线 那这个是啥意思呢 就是把这个纤维给它仿成线 这个丝就是线的意思 把纤维仿成线 就是本意是这个意思 那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琴弦 就是那个拉琴 胡琴 那个弦就叫灰 如果十三跟弦 那就叫十三灰 但它为什么有灰章的意思 这是关键 从这造型上看 看不是有灰章的意思了 灰章是两样东西 章 我们说毛主席纪念章 那叫章 可是灰是什么呢 灰是棋子 或者是你看那个球队比赛的时候都交换队齐 其实那个有个标志性的东西 那个叫灰 所以灰跟章还是不一样的 大家像我们一说就是 灰都是一个标志性的东西 像说我灰啊 什么冒灰啊 领灰啊之类的 那个应该叫领章 冒灰 那这个灰的这个标志性 这个意思从哪来的呢 实际上是从那个棋子来的 就是灰舞那个棋子 为什么叫灰呢 实际上就是能拿棋子进行灰舞嘛 我们还说指灰 就拿棋子指灰嘛 是从那个来的 那那个叫什么呢 那个我们有一个字表示那个 说谁谁谁 好多英雄豪杰聚集在哪个大将军的灰下 有没有这个牌啊 那个灰谁会写 那个灰谁会写 上面是这个麻子 对了 对了 这是麻 所以在这个旁的都读摸的音 比方说魔鬼的魔啊 什么这个魔刀石的魔等等 都是取麻这个读音 这个灰是这样写的啊 这个灰的意思就是那个灰 就是把它当成名词的时候 就是写这个 当动词的时候写那个灰舞的灰 这个灰 这个字把它用作标志的时候就写这个灰 对了 所以这个灰的意思实际上是假借来的 所以从这个字的假借来的 所以它就有标志的意思了 对吧 那这个灰为啥读灰呢 不应该读摸嘛 摸之类的 对吧 你看 凡是在这旁都读摸的音嘛 对吧 那为什么这读灰了呢 这是关键的 这上面是读麻 底下读毛 两个字都是摸的音 两个都发摸的音的字拼到一起 为什么读灰 关键在这儿 我上一次讲课的时候 我提过一句 我说古无清纯音 对吧 什么是清纯音呢 摸拨是清纯音 重纯音是拨泼 我解释了那个拨 为什么没有 拨就是发拨和泼的音 但是我没说摸发什么音 对吧 摸发什么音呢 不是所有的啊 我们现在发摸的这个音 这个字 古时候发 要么读喝 要么读乌 发这两个音 就是所有的摸的音 摸的音 就是这样 这个看样子应该发摸的音吧 不 古时候就发喝 这就是为什么他读灰 古时候就应该读灰 而不是读摸 所以因为他读灰 这个字也读灰 就用这个字来 假借他来表示标志的那个灰 你说这个有没有根据 有根据 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 咱们现在不是讲究证据量吗 咱们现在不是讲究证据量吗 咱们看看啊 发摸的这个音 读灰 比方说这个 读灰吧 没有任何问题 对吧 也没有第二个读音吧 可是 读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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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字多少 灰 不光是这个字 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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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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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灰灰 常用字 你要能给它解释清楚 哇 那才是真正的 真正有意义的 还有这个字呢 无 无辱 那个无 跟没有啥关系啊 也没关系 因为这个摸的音也可以发无的音嘛 对吧 有没有道理啊 有吧 好 还有 比方说 你看 像这个字 这个都是墨 墨汁的墨 这就都黑了 对吧 有人可能不太服气 这个可能比较意思的嘛 黑色的土不就是墨嘛 对吧 那这俩从都一上 那好像是不一定都一上非有关系 对吧 其实我告诉你 真是有关系 不信咱们看这个字 不信咱们看这个字 真是吧 啊 没事 这也读墨吧 陈墨的墨吧 那也是有个黑字边 它就读墨 你去查 说文解字 它说这个黑是读音 那黑怎么就成墨的读音了呢 对吧 因为这个墨 这个墨跟喝 古时候 发音就是一样的 对吧 那这个 所以这个墨呢 古时候应该不读墨 就是跟黑的 有点近的一个因 对吧 这个您不能用意思去解释吧 黑犬 他们很多人用意思解释 比方说 许慎就是用意思说 是吧 黑夜里边有一条狗 他默不作声 他看见贼来了 他也 他不作声 他上去就给他一口 他这么解释 哪有那样的狗啊 那狗还放成像 丢大雨去吗 放进来 哪有那样的狗啊 不可能的事 好 所以 默 毒 喝的饮 或者毒污的饮 而 刚才我们说的 那个灰 完全就是 就是 这个灰的一个假戒子 而这个 我们现在 觉得它一个独毛的因 是吧 实际上不 应该独灰 你看看 这一下子 又解释了好几个字 尤其是这个海 我说这个 这个也要搞不清楚 不应该 因为它是长硬子 对吧 还有一个那个蒸 正 那现在我们把它简化成那个长征的正 实际上这是两个字 这个正的意思是 求证的意思 那求证的意思是什么 其实也是从那个威来的 就是要从蛛丝马迹 作为线索 来最后求证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跟那个威也有关系 这个王 这不是王 应该是写错了 应该是这个字 应该是这个正字 应该是这个正字 最后给 写成这样 好写嘛 比方少一点 读音应该从这个正 这里吧 好 这是我们在讲正式的课文之前 咱们先解释一下这个威这个字 否则我都怕忘了 咱们看这个课文 说 威子弃之 姬子为之奴 比干见而死 孔子曰 因有三人焉 威子 姬子 比干 那这都是殷昼王的亲戚 威子 比较确定 是殷昼王的素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没有做国君 他没有做天子 在殷朝的时候 商朝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那个 嫡长子继承制 那是从周朝才开始的 尤其从周公那里才开始的 所以这个没有也很正常 那姬子和比干呢 说法不同 有的人说是昼王的叔叔辈子 等等 反正是亲戚 所以在史记里边也没有说到底什么亲戚 只是说是亲戚 威子看到商周王 酒吃肉淋 花天酒地的 而这时候周人 郑王这边打呢 已经打到了离国 就是离民百姓那个离 打到了离国了 离朝哥就不远了 威子就去 去去去去去去 去劝周王说 哎呀你可不能这样了 是吧 周王说 我的命不是天注定的吗 周人哪我有什么办法呢 好像公子也说过这话 是吧 他不听 是吧 然后 威子呢 就感觉这个事情啊 我大概是 这个商朝呢 应该是要灭了 所以他就去找 太师和少师这两位 太师少师现在就是官了 说怎么办 我现在恨不得一死 反正这个国也要灭了 这场也灭了 然后太师跟少师就劝他说 你死也没用嘛 你不如就离开吧 所以威子就离开了朝哥 离开了这个商朝首都 就 就到了 就归隐了 归隐 山林了 相当于这样 所以这就叫威子去之 好吧 那姬子呢 是 看到商周王吃饭用象牙筷子 他就说 那你要有象牙筷子 你还得有欲碗嘛 你有欲碗就得开采役去 工匠什么的 又得劳民商财 说你这个 这国家 这样是 肯定不行的嘛 就去 劝贱去 那 周王也不听 不听呢 别人就劝这个姬子说 你也走吧 这个国家没救了 你也离开吧 姬子说 我离开 我走到哪去 那儿的老百姓就会知道 我们这个国君是荒芸无度的 对吧 因为什么 因为我逃出来了嘛 所以 这还不如我不走呢 他就怎么 就开始洋装疯癫 一下就疯了 疯了之后 周王一看 怎么这个 心理承受能力怎么那么差 对吧 他就疯了 看见他 别让他乱跑 就把他 说 让那些奴隶们 看着他 说不要不要让他乱跑 他就 在 在奴隶里边 跟他们一起干活 在这儿 在这儿叫义和为之奴 这个笔杆呢 是一看 商周王这么昏庸无道 商周王发明了那个炮烙的那个刑法 就是谁要是不听话 拿那个烧红的铁先上烫 炮烙 他就去劝他 哎呀 怎么能这样呢 这太不仁当了 他就在那儿三天三夜 劝周王 给周王实在是 烦得 烦得不行了 说 我听说 圣人的心有七个窍 我看看你到底有几个窍 是吧 就把他杀了 杀了之后 真把心挖出来 说看 有心 所以这叫 彼竿见儿子 那孔子评价这三个人 说 因有三人也 说这三个人都是人人之事 这样 那这个话 从孔子嘴里说出来吧 那可信度就比较高了 是吧 从 尚书上 也有 威子有两篇 记载威子的事情 一篇就是在尚书里边 就叫威子 那么另外一篇在周书里边 叫威子之命 这记得是什么呢 就是 姬子劝谏不成 就 出去之后 后来周五王 把 朝阁攻下来之后呢 那么威子就回来 赴京请罪 因为他也是 相当于是周王的 属兄嘛 周王是自杀了 但是威子呢 就替周王请罪 他就把自己衣服 上衣脱了 然后把自己手捆起来 在那儿跪着 迎接周五王 那周五王一看这样 那就赶紧就给他 官复原子 他原来的爵位是子 这个子啊 这个威子的子 是爵位的名称 又给他恢复成这个子 子爵 这样子 那么 周王自杀了 那个周王的儿子武庚 那个武王并没有杀他 又把他封到了 就是朝阁那个地方 要继承 要继承商汤的香火嘛 所以中国这是古人 是推翻一个朝代 不能够斩尽杀绝的 这是这样子 可是这个武王两年之后 就去世了 承王还小 这时候就周公 就是武王的弟弟 周公 就摄政 那摄政的时候呢 就有很多人觉得 这个周公可能要参全 这个武庚封在朝阁那个地方之后呢 武王又派了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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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公呢 又派了几个弟弟去看着他 一个是管书 一个是菜书 还有一个霍书 这三个人 去看着他 结果这几个人呢 觉得周公可能要篡位 就火通武庚 发通叛变 那周公又开始平叛 这样子 那把武庚杀掉之后 那商汤这个 这个香火没人继承了 他就又把威子请出来 说 把他封到了宋谷 说你来继承上唐的这个 这个 这个后人嘛 所以威子呢 是宋谷的十足 他 威子去世之后呢 他把这个 这个 国王的位置 没有传给他儿子 他传给他弟弟 叫威仲 威仲 这就是商朝的一个传统 就是 就是 凶 凶末地极 就是这样 这威仲呢 就是孔子的第十五世 第十五世子 所以孔子呢 实际上是宋谷人嘛 这是威子这个 威子去世之后 葬在了威山岛 现在 你要到威山岛 就是山东那个 威山 威山湖 威山湖里面有威山岛 威山岛里面有威子之谷 这个 这个威山湖 威山岛 全部都是由威子的秘密 这样 那么 姬子呢 他不是姬子为之奴嘛 等武王把他打下来之后 就去请教 姬子说怎么治谷 姬子呢 就告诉武王说 上天 给了大禹 一个叫做 红饭九愁 说我们治国就是按这个红饭九愁来治国的 就告诉了周武王 那这个在上书里边 专门以前叫红饭 红是大的意思吧 大的规范 一共有九点 是这样的 那这九点都是什么呢 叫做初一约五行 次二约净用五事 次三约农用八政 第四个呢 叫邪用五级 第五个叫做贱用皇级 第六个叫做义用三德 第七个叫明用积仪 第八个叫念用竖 这个征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征 第九就是享用五福威用六级 然后这一篇文章里边又详细介绍 这九条到底详细是什么 第一个有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 所以五行的概念最早就出自上书 这个武士静用五士说 你这个国君你怎么能让百姓敬重你呢 做到这样冒言士听司 这个农用八政实际上是经济 说的就是怎么管理这个国家嘛 食 货 祭 司公司徒 司寇 宾师 实际上是说的八个部门 管理朝政的八个部门 五级说的是这个立法 岁月 日 星辰 地数 然后这个皇级 建用皇级 这个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皇权怎么建立 是有极 极是什么意思呢 极就是极限 我们说 你看咱们如果学术学都知道 有些那个曲线 它是有一个最优质 那比方说这种二四方的 它有一个最小值 如果这样它有一个最大值 那个就叫极 那个极就是说有一个最好的办法来行政 是这个意思 三德 这个是怎么管理 有一个正值 还有刚和柔 这个极矣 这个极矣 这是说的那个占卜 要有说的占卜的 这个束针 是指的气象 雨情 这个是热寒风 就这些东西 当然它是用 说跟这个国军 你做错什么事儿了 就会什么闹汉子 你做对了 就会什么风标一致等等 是这样的啊 天然合一这个 这个五福跟六吉 是讲成的办法 说你如果奖励一个人的话 就用这五种好的 受 富 康明 优好德 康明就是健康了 优好德 实际上是修好德 这个字应该是通灵的修 你要有个好名声 实际上就是给你荣誉 烤忠命 烤忠命 烤忠命就是善忠 跟受还不一样 这就是啊 骂谁的时候都说 不得好死 烤忠命就是得好死 这用这五福来奖励人 用这六吉来惩罚人 这个当然就是 对应的就是这个受了 然后疾病 忧愁贫困 这个恶呢 实际上就对这个 这个 难辱 那这就是那个洪范九丑 其中每一条 又有详细解释 如果你们读那个上书的时候 你看非常详细 尤其这个 黄健 这个 黄健庆佑集 这个 写得非常详细 咱们今天不详细说 咱们知道有这么个详细 叫洪范九丑 咱们现在一说到那个范畴 其实就是从这个洪范九丑这儿来的 这个 对应英文的那个category category翻成中文翻成什么呢 其实就是 红范九丑 这是那个基子 那么基子最后被周五王封到哪了呢 封到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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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封到朝鲜了 但是周五王说什么呢 说 不算是 我们的 附属国 于是周五王在封机子 以朝鲜而不臣也 不需要来敬重 不需要来敬重 所以这就是 朝鲜现在 为什么老说 这也是他的 那也是他的 是吧 它还是有道理的 不是说现在道理没有 对吗 所以朝鲜的始祖 谁叫始 始 季子 那这叫季子朝鲜 而他的墓 季子的墓 就在平壤牡丹峰的 那个 现在是牡丹峰公园了 就在那个牡丹峰这里 有个季子灵 但这个季子墓呢 在1959年 被金日成下令铲除了 当时铲这个季子墓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同意 然后金日成亲自设宴 请这些反对的人 主要是那些学者们 给他们解释 说季子朝鲜 这只是我们那个西林基 他们的传说而已 他们就是想把他们吞并了 实际上没有这回事 说不信咱们挖开看看 要是里边真有季子的尸骨 那算我说错了 那挖开 你看没有吧 那怎么可能还有呢 所以这个现在就已经没有了 当然还有季子葬在其他地方 但是这个的的确确是有一个季子里 季子部 好 这是姬子 那比干葬到哪了呢 河南卫辉县有比干庙 比干庙里面有这样一个碑 上写着 因 笔 干 木 那这四个字 传说这是季子的真迹 你们信吗 我觉得不太可能 因为孔子那时候写字 不是写成这样的 这显然是历书嘛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写是这样写 孔子写的是传书嘛 应该是 对吧 不过乾隆很相信 上面是乾隆的字 叫做宣圣真笔 乾隆作证说这个就是孔子的宣圣嘛 这个不管 这个是相当于这个比干庙的一个镇庙之宝了 那比干死之后 他有一个遗夫子 他的太太呢 就逃出去了 躲到了一个山洞里边 生下了这个孩子 后来中国王找到了这个孩子 就给他赐姓林 因为到了森林里边去的嘛 明尖 因为是在石头上出生的 所以叫林尖 这是比干的儿子 也是林圣的石头 凡是姓林的都是比干的后代 这是关于第一句 你看这个 春秋时期 孔子携弟子拜祭比干墨 亲应见刻了比干 因比干墨这个字 为目前所发现的孔子传世唯一真迹 清乾隆为之作证 这个不用管他 愿意相信就相信 不愿意相信也无所谓 这是关于第一句 孤正归 孤正归 这三个人的事迹倒是比较可信的 关于上书是有这样的记载 孔子又亲自说过这事情 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 咱们看下一句啊 柳下慧为事实 事实是啥呢 实际上是典狱官 这是管刑法的 比那个大司寇 应该是有大司寇 小司寇 底下的就是事实 三处 处就是被罢官 人们就说 子未可以去乎 说你不能够离去吗 那个威子不就去之了吗 说你看看你这个老备罢官 你干脆离开鲁国算了 然后李下卫怎么说的 说直道而世人 焉往而不三处 往道而世人 何必去父母之邦 这样意思 你要是直道是人的话 你走到哪不得三处啊 你要是网道而世人的话 那何必要离开父母之邦呢 就在这呗 对吧 这是廉辉我们前面讲过的 今天不详细说他了 何必去父母之邦 这是不是爱国主义啊 其实是爱乡主义 我其实都谈不上爱国 因为那时候 还没有我们现在 这种民族国家这个概念 那个鲁国也好 什么楚国也好 什么也好 那个只是有 故乡的意思在里边 并没有一个 那种主权国家 那个概念在里边 是吧 那会儿的这种去国 不算叛国 对吧 空子周于列国走到这么多国家 都是想找动工作嘛 那都不算叛 这跟现在我们说的爱国主义 这个是两回事啊 好 直道而是人 焉往而不三处 往道而是人 何必去父母之邦 这是这一段 我们看下一段 这个讲到了孔子在 齐国的时候 齐景宫享用 那孔子什么时候到的齐国呢 这不是在这个周又列国的时候 这是在鲁昭公去想铲除那个济世 结果失败就跑到了齐国 孔子就随着鲁昭公到了齐国 这样 然后这个 这个齐景宫跟孔子呢 谈得很高兴 齐景宫问孔子怎么 怎么治国理政 孔子说 兢兢兢兢 夫夫子子之类的 那个 哎呦 谈得很高兴 他就想用它 他说给你什么待遇呢 说若济世则无不能 以济梦之间代之 说如果给你像鲁国济世那种待遇 这个不行 这个太高了 然后我给你济世和梦世之间的 比梦世要好一些 比记事要差一些 这样呢 待遇怎么样 那其实很好了 如果这是能够 这个给的待遇 梦世还要好的话 那相当不错了 可是 第二天 不一定是第二天啊 这里说 约 无老已不能用你 空子行 又说 哎呀我老了 用不了你了 不能再重用你了 那空子一看不用了 就离开了去 就返回了 为啥又不用了 为啥又不用了呢 不都谈好条件了吗 为啥又不用了呢 原因是 燕英 从中作梗 我们看看 在史记 这个孔子释迦里边 我们记得这件事的 井公问政孔子 孔子曰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井公曰 善哉 信如君不君 臣不臣 父父子不子 虽有素 无其德而失诸 啥意思啊 说 信如就是假如啊 假如君不君 臣不臣的话 父父父子不子的话 虽然有米 我哪能吃到嘴里呢 他日又复问正义孔子 孔子曰 正在劫财 那井公是很奢侈的一个人 那 公子全他正在劫财 井公说 那井公遇 高兴 江遇以以西田 封孔子 准备把遗西这个地方封离孔子 这个地方的 我估计就相当于在记和梦之间的 那个待遇 就相当于在那个之间 这时候 燕英禁约 说 夫 儒者滑稽而不可鬼法 什么叫滑稽呢 我们现在说滑稽就是可笑的意思 那在这儿不是 就是油嘴滑舌的意思 不可以鬼法 他们是不 因为儒家是反对法家的嘛 儒家是反对法治的嘛 所以儒家他们是广靠嘴皮子而不去遵守法律 绝傲自顺 就是绝傲不逊 自顺就是指顺从自己 不可以为下 不能够做下属 从丧 从丧 随 哀 破产后葬 不可以为俗 什么叫从丧随哀呢 从丧就是丧事大掏大瓣了 就比较注重 广注重那个丧事 随哀就是大哭不止 大哀不止 破产后葬 就是要搞很多随葬品 说这个是不可以为俗的 游说 气贷不可以为国 他们就是到处游说 来祈求人家给他钱 然后 不可以治国 自大贤之息 周始即衰 礼乐缺有奸 自从大贤都去世之后 周始就开始刷蛋 这个礼乐呢 就缺了 礼坏又崩了 今孔子圣荣氏 登凡将之礼 趋降之节 垒世不能丹其学 当年不能揪其礼 这个话说 现在孔子 哎呦 因为要搞那些礼 肯定穿得得很隆重啊 而且是登将之礼很烦了 怎么进退怎么升怎么下 趋降之节就是拜见国君的时候 然后怎么三口九八啊等等 说这些礼啊 你几世都不能够学完 当年不究其礼 当年是说这人的一辈子 你这个人还在 就是这个人花一辈子 也学不完这些礼 君如果用之以其俗 非所以先惜民也 说国君你如果想用孔子 来改变齐国的这个风俗 是不可以先 这个先是引导的意思 是不可以来引导这个民众的 系民就是小民了 不可以引导民众 说这跟咱们齐国的风俗不一样 这样不行 后 警公敬见孔子 不问其礼 那只要再去见孔子的时候 就不提着差了 这是在史记里边 孔子世家里边记载 为啥要问孔子 燕英搞的鬼 燕英对于儒家这个评价呢 有没有道理呢 有道理 儒家不是搞这个的 其实 孔子说 儒为君子儒 莫为小人儒 什么叫君子儒 有什么叫小人儒 燕英所指出的这些 是不是都是儒家做法 确实是这样做法 因为儒就是做那个 那个司仪的嘛 确实是这些东西 但是在孔子眼里 这些实际上不是儒家的本质 那叫小人儒 这批评是有道理 但是儒家最根本的 并不在这里 所以我其实是不太同意这个叫儒家 因为儒他是一个那种职业嘛 就是他 孔子是从那种职业本身把它又衍生出来 衍生成安身立命 对 对 好 那燕英显然理解不了这个安身立命这个 对 所以这个墨家 他在批判孔子的时候 批判儒家的时候 那也肯定是社会当中有这种现象 是不是 儒家里头有些人也是混吃混喝的 对 对 对 所以呢 他不能瞎批啊 他肯定有后葬啊 然后到处游说啊 他肯定有这个人 要不然他没有一点针对性的话 在墨家也没有人听他 是 好 这一篇我们可以知道早期儒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看下边这一段 看下边这一段 齐人愧女悦 既还子受之 三日不愁 孔子行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呢 这是孔子又返回鲁国之后 然后什么 这个 洋货又想拉他倒反 然后中间还有什么 公山不牛拉他倒反等等 孔子都没参加 后来孔子真被重用了 就是 任中独仔 然后认 后来又认大司寇 然后设向市 那搞了这几年之后呢 鲁国是大姓 真的是 百姓是 这个治理得很好 而且 也是兵强马撞的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 齐国是最害怕的 为啥 咱们看一看 在 也是实际 这个孔子世家里边 记得这个 齐人文之敬 听说孔子搞得 鲁国现在是国立大兴 然后 他们就害怕了 曰 孔子为政必败 败 败则无地尽焉 我只为先并你 何至第一点 下意思 说孔子为政的话 鲁国肯定要称霸 称霸之后 我们离儒国太近了 我们离儒国太近了 肯定先吞并我们 不如现在先 搁一块地给他们 那这个 离 离儒 这个字 就是加一个离 就是那个儒 就是儒草那个儒 这个也都儒 这个离儒 就是说 请先尝祖之 祖之而不可 则置地 庸持乎 说先尝试着 阻止一下孔子为政 如果阻止不了 再搁一块地给他们 也不迟啊 是这意思啊 于是 就选了齐国中 女子豪哲 八十人 皆一文一而五康月 然后又选了文马三十四 三十四 一四是几个 一四就是四匹马 把这些女子和这些宝马 就送给了鲁军 然后这些女子和文马呢 在鲁城南高门外 在那里让他们表演 季环子 我们说鲁国三环里边 季环子是当政的 就微服网关再三 就穿着便服 偷偷去看这个去 准备接受 一看是并没有接受 先给你们表演表演看看 一看 这么好看 就想接受 乃一鲁军为周道游 网关中日在意正式 就向鲁军请假 说我到 到处去视察去 为周道游 全国范围内我去视察 发生下去 实际上呢 就天天去看这个 这些女孩在那里表演去 待一正式 这时候 子禄跟孔子说 子禄是济世家的管家了 家臣了 子禄就跟孔子说 夫子可以行礼 说 看来咱们可以离开鲁国了 这没戏了 孔子说啥呢 说 鲁军且焦 焦就是焦祭 就是一个大的祭祀 马上要进行焦祭了 如智凡夫大叔 则无忧可一致 这个凡是那个祭肉 说如果这个祭肉 还分给大夫的话 那么我们还可以停在这里 留在这里不走 就是 环子随 足 受其女约 三日不停证 孔子就接受了 然后 就是 也不 也不上朝了 焦 就是 这个 这个 就是 祭祀法之后 又不至凡 这个 祖 这个凡祖 就是那祭肉 以大夫 也不分肉了 孔子一试 就决定 终于列过去 随行 孔子随行 第一天 住在哪里呢 住在一个地方叫屯 似乎屯 这时候 那孔子是不词而别的啊 没有 没有跟鲁军说 那也没跟 这三皇说 这时候 就 一气之下 出走 这时候 这个 施己 就追上来 送孔子 追到这个屯的地方 就说 夫子 则非罪 说 夫子你没什么罪过呀 你干嘛走啊 孔子呢 说啥 无歌可夫 孔子没做什么解释 说 我给你唱首歌吧 唱的什么呢 彼腹之口 可以出走 彼腹之夜 可以死败 干 悠哉悠哉 唯以足碎 啥意思 说 那些妇人的口啊 可以让人出走 那些妇人的这个夜是什么意思 是拜业对吧 拜业就是去拜见一个人 这叫拜业 这些妇人一到国君呢去拜业 就足以让一个人 身败名裂 那啥 枕边风啊 对吧 这样 他说的是让谁死 肯定孔子说到他自己了 对吧 我就悠哉悠哉 然后聊此一声吧 这样 尸体散 他就回去了 季环子就问他 孔子一合言 孔子说啥啦 孔子说啥啦 尸体以实告 实话告他了 然后 环子窥然探约 夫子罪我以群臂故也付 哦 原来孔子这是 拜对我接受这些女业的 原来是这种事 其实他难道不知道嘛 非得找上去问一问 其实 很清楚 齐过这一招 美人计 含灵 含灵 那孔子 不是说 威女子一小人 什么 威南洋也 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 可能有关 可能有关 对吧 反正是这种 最近的爆料 可是就是 现在就也没别的事爆了 是吧 就全是这事了 今天晚上回去大家都看看 这一段有深意 今天晚上你看到那个爆料 就是跟这个讲的道理一模一样 就是 这个性腐败啊 一到了性腐败这块 这真的就没救了 有一个老先生 总结了一下 说这个 腐败有 有几个阶段 最初的阶段呢 叫做特权腐败 就是 什么都是特供嘛 是吧 那个你也用不着钱 反正你什么东西都不要钱 你要钱干嘛 认识的腐败不是钱的事 特权 后来呢 是什么 就是实行双轨制 价格双轨制 就是官岛 就是你批个条子 这就便宜 你不批条子 那就是市场价 下贵 这是第二个阶段 就是 就是这个 官岛这个腐败 第三个阶段呢 土地腐败 就是 劈开你一块地 那你那钱就来了 那就白给他一样嘛 但是 这个土地腐败啊 你那个钱 他也得你一张一张的数 你还得存起来 你还不敢存银行 就得堆到家里边去 对吧 所以你看成墩成墩黄金 什么成墩 什么几卡车几卡车的现金 都是这么的 腐败 这样 像什么武俊山 什么什么 包括徐才厚 家里边拿出多少的黄金 等等 这就是土地腐败的那一阶段 比土地腐败更高级一点的 就是金融腐败 金融腐败 还在家里边 还挣几吨的黄金 这不是土不土啊 那金融腐败干嘛 就是银行照号上 你往后加零就是了 你想加多少零 加多少零就完了 还用得着 弄 卡车拉去 太土了 那这位老先生 只分析到金融腐败 很多人说 那金融腐败完了 是什么腐败 性腐败 性腐败是最终的阶段 就是 它就持续不了太久 你看看罗马帝国 怎么灭亡它 这个也是 最后全社会都是 性乱 那这个就 建立不了它 所以你看 国七国 有高人 性败路 我给你拉一个 有高人 好 这一段咱们就说到这里 然后孔子就去周渝列国去了 然后下面接着讲呢 就是跟周渝列国 他们在途中遇到的一些事情 主要 这一章主要记载的就是遇到那些隐士 就是那些那些 那些我们现在说嘛 就是道家的 所以道家 那这个第一 这是在楚国 遇到了一个楚狂 楚国的一个狂人 这个人呢叫街鱼 是不是这个 这名字叫街鱼呢 我有点怀疑啊 因为街是个动词 这个鱼是车 其实就是迎接这个车辆的意思 是这样 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 这下华县 下华县华县呢 就是认为这是它的名字 就是楚狂街鱼 隔而过孔子 就是孔子在车上 到楚国之后 这个街鱼 就像孔子也是唱了一首歌 但不但那个歌 其实就是孔子演了一首诗 那诗是要吟唱的 说奉旗奉旗何德之衰 王者不可见来者有可追 一尔一尔 金之从政者代表 唱了这么几句 那孔子呢 就下车准备跟他仔细谈一谈 一听这个人说的很有道理啊 孔子下 从车上下来 一语之言 可是这个金鱼呢 趋而避之 趋就是快速离开 回避他 不得已之言 就没跟孔子讲 唱完这几句诗之后 就跑了 这几句诗说的是啥 说凤皇啊凤皇 你的德行为啥这样衰微呢 说 那这个凤皇说的是谁呢 其实在我看 应该说的是 就是孔子 什么 他比如说孔子这个 这个德行衰微呢 终于列国不到处碰壁嘛 对吧 然后他说 王者不可见 来者有可追 过去了的 过去了的事情 你没法再去进见去了 来者还可以追上 一耳一耳 金之从政者戴了 戴了 算了吧 算了吧 现在从政的这些人 很危险呢 这个戴 戴有好几种意思 在这里呢 他们说是 现在谁要是从政的话 那很危险 所以 我们这个隐世呢 就不从政 对吧 是这样的 其实是劝孔子 不要不要 不要搞出那个 截截是 到处都有这个问题了 这样 想跟他聊一聊 也没聊成 记载轮椅里边的事情 没有传奇 自不与怪力乱神 所有传奇故事 这两个东西 他这不记载下来的 都应该是有真认真事的 那这个截云 是不是他名字 我有点怀疑 但是真有一个 史书上也记载一个楚狂 叫啥呢 叫路通 这个路通 这个路通在好几个书里边都记载他 庄子里边也提到他 庄子里边也提到他 你看 还有一个叫高氏传 高氏传 对吧 高氏传跟庄子记得差不多 但是比庄子呢 稍微 稍微有一点详细 我们看一看这个路通 就是在高氏传里怎么说的 路通 自接应 是楚人也好养生 道家嘛 当然养生 写着姓啊 但是养生 庚公已为时 自己庚底 来 为时 楚昭王时 这个路通见楚正无常 乃杨 杨狂不适 假装 假装疯狂 就不去做官 故 识人为之楚狂 这个解释他为什么叫楚狂了啊 孔子是楚 楚 楚狂皆于游亲门 注意 这里说的是游亲门 显然跟论语说的不一样 论语里边说的孔子在车上 对吧 因为有孔子下嘛 对吧 然后 然后 就念了这几句诗 这几句诗 不关 比 论语里边记得要详细 我们看看啊 凤夕凤夕 何如德之衰也 来事不可待 往事不可追 诶 这一个不一样了 等于都说的是往事有可追 这不一样 好 天下有道 圣人成烟 天下无道 圣人生也 天下有道的时候 那么圣人就成功了 天下无道的时候 圣人就 这个生啥意思 圣人就诞生了 无道的时候 圣人就诞生了 这是对的 封禁之时 谨免行烟 福清乎雨 莫知之载 祸众乎弊 莫知之弊 现在这个 当今这个世道啊 你仅仅能够免 免一行路 就算不错了 你要能够免了灾祸 就算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这个福比羽毛还轻 还不知道怎么得到它 祸 比大地还重 你还不知道怎么避免 是不是这样 现在也差不多 以乎以乎 算了吧 算了吧 临人以得 代乎代乎 化别而去 这两句啥意思 以乎以乎 算了吧 算了吧 临人以得 这是道庄的 临人以得 这叫临人以得 什么叫临人以得呢 就是 逢人就跟人家谈道德 这叫临人以得 当然是说的 临人以得 注意不要 临人以得 道德这东西 是不能够到处说的 只能做的 只能是自己的事情 所以 凡是指责 什么 郭文贵 道德多低下 多低下 他要是 妨碍到你了 告他去 他妨碍不到你 你做好自己 就OK了 对吧 带呼待呼 挖地而去 带呼待呼 就是危险 什么叫 挖地而去 从地上 挖一条道 顺着这条道走 这叫 挖地而去 就是憑空想出一条道的 然后让老百姓 去跟着走去 这个道应该怎么办 应该是走出来的 美国有一个大学 说 这些校园内的这个道路怎么设计呢 他把所有的地方 全部铲掉 全部铺上草坪 没到啊 你们随便走 然后 最后把草踩出来 那个踩脱落的地方 好 就沿着这个就到了 到一个任性 我上学那时候 我们学校那个 中间一个花园 我们宿舍的这边 食堂的那边 正好一个吊景 中间是一个花园 然后他这个花园修的 取静通幽处 哎呀 没有一条指导 反正就是啊 妈妈就一想 你们上自习回来 这个花园里边谈谈恋爱 什么多好 可是他就忘了 宿舍在这 这个食堂在那 那边马上就要上课了 谁有空去沿着那个调子 稍后过去吃饭去啊 所有的人都是沿直现走 就把草坪踩了啊 踩着怎么办 学校雇了那个民工 来看着 发个烦 谁让人踩草坪 发个烦 这边放一个人 那边放一个人 看谁踩着呢 累不累啊 那就叫化地而均 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待乎待乎 治理国家也是这样 这国家怎么治理 这帮人 自己脑子里设想一套社会制度 说这就是最好的制度啊 人间天堂 他们就这么干 谁不同意杀掉 对吧 革命 等等的 玩的转啊 玩不转啊 化地而去啊 你不是自然形成的呀 对吧 你怎么能够玩的转呢 这两句话 很深刻 看底下 迷洋迷洋 无伤无形 迷洋迷洋 是那个 驱 就是 荆棘 就是扎脚的那个东西 我在农村待会就知道 你花着脚在地里走 搞不好就惨了 别 不要伤我的 行 确取 确取 无伤无足 如果说迷洋迷洋 无伤无足 大概就能够理解少 因为那个东西是扎脚的嘛 不要伤到我们服务 可是这 确取 确取 这是啥意思 确取 确的意思 就是退缺了 取就是弯曲了 所以放这 大家解释不清楚是什么 这几句话啊 其实是一字不差 抄字 庄子 但是你去看庄子的话 庄子这块不是这样写的 庄子是说 迷洋迷洋 无伤无形 无形确取 无伤无足 庄子是这样写的 不是确取确取 是无形确取 无伤无足 很多人说 应该是对账嘛 这迷洋迷洋 这应该是确取确取 所以他们就擅自 这个近的 这个黄埔密 就擅自 把它改成 确取确取 不少 其实我觉得庄子那个 应该没错 庄子那个应该是对的 所以这个经典 不要随便改它 你假设 觉得它错了 错了也留在那里 你可以注视 为什么庄子那个队呢 说 迷洋迷洋 不要妨碍我的行 我的行路 无形确取 什么叫无形确取呢 就是 我走路的时候 我要绕着走 底下不是有那个 那个吉利吗 我怕扎我脚嘛 我绕开它走 无伤无足 这就接着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庄子那个应该对的 山目自扣也 高伯自奸也 贵可食 故伐之 妻可用 故割之 这四季 明显就是道家的思路 山目 长得又高又直 又大的那个山目 你是自找的被道伐 这个高伯自奸也 古代点的那个灯 用的那个高 是吧 那个东西 你是自找的要受煎熬 在点灯的时候 滋滋滋的嘛 为什么 因为你能点呢 贵可食 故伐之 戚可用 故割之 你这都是有用 所以你 桂树 为什么被伐掉呢 因为你能吃嘛 戚为什么在你这个树皮上割呢 就是因为你能够这个树皮涂下去嘛 人皆知有用之用 而不知无用之用 人们只知道这能有用 它的有用的用途 而不知道无用也是一种用途 你无用的时候 你能够保全自己 对吧 就这样 这显然就是道家的思想 那孔子听到那个之后 孔子下车 很显然这个 这个 就有点矛盾 对 这个 这个跟着你就 就有点 矛盾了 这显然不是油漆门 而是 就是在路上碰到 闭一只眼 趋而闭一只 不得一只眼 好 这是在高尘传里面 记得 这件事情 最油漆门 可以不会解释 他就在他的 车门 驻在了周围 走来走去 目的要见到孔子 所以这两句话 也不矛盾 你要想见一个人 到他父亲去等 那问题是 那就是孔子从那儿往上回来 对 他可以这么一样 要不然前面应该再加一句 他 无所谓了 孔子 外出 归 这逻辑上有清晰的 是 好 那么 路通最后是 怎么回事呢 我看看啊 这个高知传两阶的记载说 楚王闻路通贤 潜时者持金百亿 车马二次 往聘通 还是重金聘请他 说王请先生治江南 江南半壁江山归 归通了之类 哇 这个可比孔子在七国 说有个悉尼地给你 比那个样子 比那个样子更厉害多了 同孝而不应 使者去 其同事来 他老婆从感激回来说 先生少儿为义 其老为之灾 先生少年的时候 行侠仗义 老了老了 为什么违背你少年时候的 那个志向了呢 门外车记何身也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一看门口那么多车印 肯定是有人来 替你做官了嘛 对吧 所以他老婆 都没等路通说 先说 你怎么 老了老了 你就想去做官了 却闻义士非礼不动 我听说 义士是 不符合礼的 是不行动的 却士先生 公庚以自食 亲侄以为一 食宝以暖 其乐自足以 不如去之 又一个去之 这几个去之 这都是从孔子那个 威子去之来的啊 是吧 那咱们呢 咱们两口子 你看 这个自给自足 多好啊 咱们不如去之 去之就是 归隐 山林 于是 就 背着这些锅板瓢盆 然后 撕啊 就是 路通背着这些锅板瓢盆 而这个 妻子呢 带韧气 韧气是啥 就是做针线活的这些 这些这些这些 这些这些 这些东西 啊 便明一线 由诸名山 食贵如食 贵如食 就是刚才说 那个贵能吃吗 这个颅也能吃 是福黄敬子 福 这个黄敬子也可以吃的啊 因 属 峨眉山 数 寿 寿数百年 俗传以为仙人 咱们最后是在峨眉山 在那 演技 说 活了好几百年 冲到仙了 这种事情在龙翼里边 绝对不会出现 是 因为龙翼里通常没有传奇 这个就是神父介绍了 好吗 但路通这个人 肯定是有的 因为龙翼里边记得 这是 我为什么说 这种故事不太可信呢 就是因为 咱们分析一下 路通他是有妻子的 可是他又 不去做官 不去那个 就是一个饮食 就是过这种 半仙的日子 是吧 可能吗 这种 不可能 为啥 因为你有老婆 就有可能有孩子 那时候又不懂得避孕了 你有孩子 你就得拉扯 成人哪 怎么可能这么隐世呢 凡是 想 出家 就出世的这种 一定不能结婚 你看 为什么道家 如这个佛家 这都不能够结婚的吗 你结婚 你就 你就免不了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柴米油盐 首先你得有套房子吧 有点住吧 所以 这个故事 不可惜 不可惜 如果他没有老婆 那我还可惜 有老婆肯定行 对吧 有没有道理啊 对呀 庄子也有老婆呀 是 庄子肯定 不可能是这样子 庄子有没有孩子啊 这我就不知道了 不知道了 对呀 有老婆为什么没孩子呢 如果有孩子 他怎么能够那样生活呢 对吧 这个 这个饮食好像都没孩子 我倒是比较细 我倒是比较细 火细 为什么 伟论后面都有一个 嫌弃 他什么事件这么生意 一定跟他老婆经常有交流 到了观以后 可能腐败的事情就来了 老婆宁愿是给之神 他有道家的事情 归隐了 归隐的人很多的 是 我们 不行 嫁快了 嫁快了 不行 看下面又是一对饮食 长居节逆偶尔更 孔子过之 使子路问今言 长居言 夫执愚者为谁 子路言 为孔秋 言 是卢孔秋 也是言 是知今已 啥意思啊 这两个人 是不是名字我也不知道 隐世 你咋知道隐世的名字 反正是个代号吧 偶尔更 在那儿两个人在更地 你为什么说偶尔更啊 大概是一个人拉这个梨 一个人扶着什么等等 孔子走到那儿之后 遇到一条河 就让子路去问问 那个渡口在哪里 问今 现在无人问今 那个问今问今 就从这儿来 实际上问渡口 这个长居就说 那个 驾车的是谁啊 子路说是孔秋 是鲁国那个孔秋啊 是 如果他是的话 那就他应该知道渡口在哪里 就没告诉他 他不是什么都懂吗 是吧 然后他就去问这个结局去 这结局就是说 子为谁 你是谁啊 说我是众游 他为啥不说我是子路呢 注意 自称的时候一定要说明 众游是他明 对啊 我说众游 说是鲁孔秋之徒 你就是孔子那个徒弟吗 对 然 然后结局就说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而谁已益之 说滔滔洪水天下全都是 你和谁能够来改变这些呢 而且 以其从弊人之事也 其若从毕市之事也 孔子讲过 毕市 毕地 毕人 毕也 对吧 这四个毕 就是毕市 是最彻底的 就是归隐山林 毕地 毕人 毕人就是 这个国君不好我就离开他 我叫毕人 说 以请你们去躲避一个无道的昏君去 你不如就像我们这样来出家 对吧 归隐山林 然后 忧而不出 这个忧就是除草啊还是什么 还得继续干活 就一边干活一边跟他说的 子路行一告 子路就走了 就告诉孔子了 说人家不告诉我 说 夫子 武兰远 也是感慨吧 说 鸟兽不可与同群 无非私人之徒 而语 而水语 说 鸟兽 不可以 人呐 是不可以和鸟兽同群的 因为龟隐山林就是跟鸟兽同群的 我们不和这个私人之徒 我就没理解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咱们啥就是说天下的人 我们如果不和天下的人为伍的话 那么我们跟谁为伍呢 是这意思 天下如果有道 那么恐求我也不去改变它了 就是因为天下无道所以它要改变嘛 他们说天下什么淘淘洪水什么 没法改变 那么它有道不就不用改变了吗 就这意思 好 这是长期结尼偶尔更 这故事 好 看下边 又是一个 引誓 子路 从而后 欲仗人 以仗和调 子路呢 走着走着可能有事就拉到后边了 就追孔子他们 遇到了一个老丈人 那个老丈人呢 是拿着一个棍 一个 一个 一个木棍吧 这个 这个 笑呢 是反正一种农具啊 像这样 子路就问 说 子见夫子乎 你见老师了吗 那 仗人问 词 仗人问 四体不勤 五股不分 淑为夫子 说 有一个四体不勤 五股不分的 谁知道是不是你 你们老师 是吧 四体不勤 五股不分 这个就是 批林批孔的时候 就是出在这 智其杖而云 智其杖 智就是把他的那个杖拐杖插到地上 然后开始云 这个跳就是除草的工具应该是 这个云就是除草 然后子路拱而立 很恭敬的站在那里 你到底看到没看到 拱而立 然后这个老丈人一看子路 就很懂礼貌 就指孔子宿 就是留孔子到家里边住一晚上 反正你也追不上队伍了嘛 对吧 而且是杀鸡为蜀而顺之 注意 给他杀了一只鸡 他蒸的那个小米饭 来请他吃 而且献其二子烟 请他两个孩子来见子宫 拜见子宫 第二天明日 子宫行已告 子宫就追上孔子了 我估计应该告诉他了 肯定是看见孔子了 知道他之后 这时候应该是天快晚了 所以留他住一晚上 肯定不是大白天了 这个吃的应该是晚饭 第二天就追上孔子之后 告诉孔子说 孔子说 淫者也 使子路散 这也是个一位隐士 你应该去 散回去 再去 去 去 去拜训拜训人家吧 使子路 散 见智 子路呢就又散回去 去见这个丈人 智 是个刑已 到着之后 哎 这个老先生走了 这就不知道在说啥了 其实我理解呢 就是出门了 应该是 这个 没在家 说是不是搬家了 这时候这刑已 说是不是 让人这个 淫者吧 一看这个 有人知道自己住这了 那就搬家了 有人是这么理解 搬家之后呢 他反正没有见到 没见到之后 看底下这些话 轮椅是这么说的 说 子路曰 不是无义 长幼之劫不可废也 君臣之意 如之何即废之 说 不出来做官 是不符合道义的 长幼之劫不可废 什么叫长幼之劫不可废呢 喝得好辛苦 那个仗人不是请他俩儿子 来拜见子路吗 对吧 所以你看 这个长幼之劫 他没有废 但到君臣之意 就可以废吗 因为你出来做官 实际上是进君臣之意 对吧 欲结其身而乱大轮 说你这样 你好像你自己清高了 可是你实际上是破坏了 大的轮厘了 对吧 君子之事也 行其义也 说君子出来做官 这就是在行下仗义 你们隐识 可以行下仗义 那都是小义啊 君子出来做官 才是行大义 这就是在行义 看你一下 道之不行 以知之义 这句话啥意思 是说道不行 我现在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就是你们这些人 该出来做官的 你们不出来做官 所以天下才武道 道之不行 以知之义 很多人说 哎呀这个子洛 粗中有序啊 是吧 是吧 既然能说出这么有道理的话呢 不是天下武道 穿扶扶于海吗 去海山 他一个空子也有道武道 这就是道家的 这应该是最关键的 这应该是最关键的 道步行冲扶海 应该是在 起码是在赵约列国的后期 这个可能还是在前期 还是满怀信心的 关键是这一段话 很多人觉得不像子虎说的 关键是他跟谁说 他到那儿去不是没在家吗 他不能对着门说吧 有人说他俩孩子在家呢 他对着孩子说的 这孩子懂啥事 所以讲不通 那他回来跟孔子说的吗 他教训孔子这个吗 他更讲不通了 所以这个不对 多一个字 这个路子去掉就通了 死于 一看当初去没有见到那个人 那肯定他又回来了嘛 回来之后孔子评价这件事 他们那些隐士不对 应该出来做观的 否则天下无道 怎么能解决呢 应该是这样 有道理吗 我觉得这样解释就 多了一个字 眼闻 所以这个字应该扩起来了 应该扩起来了 眼闻也不要动它 不要随便改它 就像庄子那个人随便就给人说 这不对账就给人改了 哪有能干的 对吧 不可以那样吧 对吧 没准你还没理解是怎么回事呢 就给人改了 对吧 这个影片 借人兼知 对 道之不行 有些人坚持要待在国内 像刘晓波 有些人就要出来 就要成功服业了 这个还拿自己个人来决定 外人说三道四也不妥 但是刘晓波的那个 他那个跟这个道家 他完全不是一回事 他待在国内 和待在国外 他都是鲁家 因为他都是在关心这个大姐 而不是小姐 对 对 在国内也好 在国外也好 这不是最重要的区别 因为他在国内也更没有做隐事 对 刘晓波完全是没有做隐事 但国外也更不是做隐事 对不对 但是有些人他说 他出来离开了那块土了 就好像这个事业就差一点了 是 好 这个呢 也是其中一个 这一段我们讲过 以前讲过 可能如果没听过的 我也不想重讲了 就是 孔子举了 在另外一个地方 说那个隐事啊 就必事必地 必人必言 说 作者七人 然后那七人 其实就指的这七个人 薄疑书其众 一众 这个 疑疑 诸张 刘夏慧少年 其实就是这七人 这一民呢 应该就是隐事的意思 说这个 其实这也 也未必是隐事 因为一般 刘夏慧他也不隐 他做官被罢 做官被罢 对吧 也不是隐事 所以这个 这一民呢 可能就是 没有 出来做官 或者是被贬的那些人 他应该指的这些 然后 他把它分成了三个档次 第一个呢 是不将其智 不辱其身的 这薄疑书其 就是这个公主多次提到这两个人 就是阻止周王 伐咒的那个 那个 那个 这薄疑书其身 然后刘夏慧的少年呢 是将其智 辱其身 但是呢 他的 他的言中伦 行中立 因此而已 他们虽然是将其智 辱其身了 可是说话 还是符合伦理的 行动也是符合考虑的 那么这个移中和移义 这两个人是 隐积放言 身中轻 废中全 身中轻就是 他的 所作所为 是 这个中的意思就是符合的意思啊 就是中规中矩 中规中矩这个词 其实就是符合的意思 身还是 自身还是符合这个清白的 废中全是指的 废就是不做官 不做官 也是符合那个权衡的 也是经过了考虑 权衡立弊 才决定不做官 这也是这 底下我 则欲一事 无可无可 孔子说 我是不会做隐士的 我跟他们不一样 我是无可无不可 我也没有说 一定要坚持什么 也没有说一定不要这么做 我是一定是 实时务者为俊杰的 这样 那这段以前讲过 我就去救他了 好 从这段后边还有两句 你就觉得跟轮椅前的东西就不太一样 叫太师智是齐 雅范 丹是楚 三范 辽是菜 四范缺是秦 古方叔入于河 波陶武入于汉 邵师阳 姬庆乡入于海 这里边没提孔子有个事 也没说是谁说的 太师智就是首席乐手叫智 他到了齐国 这个是都是道的意思 他到齐国去了 那个第二把小提琴呢 这个雅范就是第二乐师 为什么叫雅范三范四范 因为国王在宫廷里边 在吃饭的时候都要奏乐的嘛 那么吃一次饭就要奏一次乐嘛 所以 第一个那个大师 那是在最重要的那顿饭上来奏 那个第二乐师呢 就是在侧一等的那个饭上来奏 所以就有那个几饭几饭了 说他是 还是第七把小提琴 你们都没了 我要吃太久 那怎么四饭了 那一天吃四怎么饭啊 我都不知道 那雅范这个叫甘 到了楚国 三范寮到了菜国 四范缺到了秦国 敲谷的叫芳叔 入于河 这个河就是黄河流域 到了黄河流域 那黄河流域那是哪儿 其实 也是什么 泰国就在那里 是吧 然后 这个波陶 这个波陶是什么 就是那波浪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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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敲鼓的 这个波浪鼓是摇的 这个摇 波浪鼓那个叫鼓 到了汗水流域 其实也是到楚国去了 应该是 然后邵师 这不是有太师吗 这有邵师 这个人叫羊 还有姬庆的 敲那个庆的那个人 叫湘 他们入于海 这个入于海的意思就是 到了海滨 海滨那时候都是荒满的嘛 可能都还没有算哪个国家 都还没成立国家 入于海 每一个都卷覆盖盖走了 要不怎么叫李怀乐崩呢 对吧 乐崩 所以我说 如果是我来重新编辑这个论语的话 我会把这一段放到最后最后一句 李怀乐崩 又崩了吗 最后一局了 树到不顺散 我们说这两半三半四半 师父说的开小早中早大早 节备不一 吃的东西节备不一 大概不是一天里边 因为这个可能是什么节日啊 或者什么样的节日 这些人都弄在那里边 那这个饭不过是一道菜一道菜的 就是一动菜 然后上一道菜 上一道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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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可能啊 对 对 不管啊 咱们看下一个啊 这段又是跟前尚不一样 因为这里边呢 又没孔子什么事儿 这一句我们也讲过 说周公为鲁公 也 周公我们刚才说了 就是周五王的弟弟 鲁公呢 就是周公的儿子 那么周公被封到了鲁国 周公应该是鲁国的师族 可是因为周公那时候要摄政嘛 要代理天子之旨 所以这个周公就没有到鲁国去上任去 而是看他儿子去 所以他儿子就变成鲁公了 说君子不识其亲 不识大臣怨胡不矣 这个不识 因为不迟 他们说啊 迟迟 君子呢 不要怠慢自己的亲人 也不要让大臣们抱怨 说不被重用 故旧无大故 所不弃 就是 就是旧有的那些大臣们 如果没有大的过错 就不要弃之无用 因为那时候把商朝推翻了 那么鲁国当地也有官吏了 那些人还能用的就用 无求备于义人 用人不要求全责备 这是周公对他儿子 这段以前也讲过 所以这是说这个 这里没孔子什么事 对吧 看最多一句 叫周有八事 周朝啊 周朝有八个名士 八个名人 哪八个呢 博达 博 阔 写多事都阔 众突 众窟 书叶 书下 祭随 祭瓜 为什么写这八个人呢 也没同名脑子 发现没有 两个博 两个重 两个书 两个记 书 博重 书记 这是中国古人排行的时候 老大叫博 老二叫重 老三叫书 老小 中间的就不论了 最小的那个叫书 就是博正书记 你看 正好是 老大老二一对 哪个一对 这个又费结了 很多人解释说 这个博达博 阔 是不是双胞胎啊 俩老大 说这一母生了四对双胞胎 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真的是得记下来 这样 我觉得这可能也太小了 不达成是这样 我也没搞明白 这个 说一句话我也没搞明白 但我理解呢 可能就是 是不是周朝有八个名人嘛 这八个名人 刚好 有两个 都是博的 两个都是 这个重的 书的 记得不一定是一家子 就是 诶 正好 诶 这个 假设我们在一个班里边 见到两个人都叫博种 诶 也挺奇怪的 或者我们在一个什么 朝堂上也好 或者什么 诶 正好能够套成这八个 也挺稀奇的 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 记下来了 也不知道 不过总之 这是最后一句了 总之从这里开始 跟论语其他的格式 就完全不一样 首先这段跟孔子没什么关系 其次记得这事 论语里边记每一句话 都不是说没有意思 跟记下来的 没有的 这个好像都 也不知道他想说啥 所以有人推断 说这几句 搞不好是那个 周书里边的散乱 出来的那个竹简 就是他们在整理的时候呢 也不知道这些竹简 是属于哪本书的了 周书就是上书里边有一些 那个那个竹简啊 可能给 这个这个这个那个 线断了 说怎么着 诶 就散了 就把它编到论语里边了 因为这一章呢 比较短 所以就 这一章比较短 那么就放在后边了 有没有这可能呢 有 这可能是有 对啊 对 后来我们会再看到 尤其一一月二十的时候 还有一看就跟前两个都一样的 那这也就是一样的 好 那无论如何 我们 拖了十五分钟 讲完了 谢谢大家